今天来学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 也就是中医经典单元 因为我们学一国文这门课程 最终也是要落实到去读中医的经典 那堪称中医经典的 答案就是黄帝内经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 将学到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保命全行论 这就是黄帝内经素问里面的一篇文章 我们在这个单元就学习这一篇文章 但想通过这篇文章的学习 能够帮助大家就是掌握如何去阅读中医经典 我们从文字开始进入到文艺文章之道 但是呢我们在读中医经典的时候 有中医经典的一些固有的方法 通过读这篇文章 来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我们去阅读中医经典的一些方法 好这篇文章叫保命全行论 单从文章题目上来看 那保就是珍惜的意思 命就是生命呢 珍惜我们的生命 保全我们的形体 那黄帝内经里面讲的就是这样的内容 那初略的一看的话 大家会觉得 大家会觉得 这应该是讲一篇养生的文章吧 保命全行嘛 那感觉是讲养生 事实上不是 我们通过读这篇文章 然后来了解一下 做一个简单的解题 这篇文章主要是讨论防病治病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这是它最主要的内容 但从这个内容当中 我们也能学习到 了解到 真编是早期的治疗方法 所以呢 这篇文章事实上 它是以真法为论题 讨论了保命全行之道 所以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文章表面上都是在讲针灸之道 讲针灸的方法 但是回到这篇文章之道 它所传达的那个道的时候呢 它讲的是 保命全行 所以是保命全行之道 这是第一段原文 我先给大家把这一段原文先读一遍 因为这是中医经典的原文嘛 所以呢 这个字啊 可能很多 大家不是很认识 包括一些字音的问题 所以我读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把不认识的一些字 可以给它进行注音 皇帝问曰 天父地载 万物惜背 莫贵于人 人以天地之弃生 四十之法成 君王重数 尽欲全行 行之疾病 莫之其情 流淫日生 助于骨髓 心思虑之 予欲争除其疾病 为之赖何 其波对约 福 言之为贤者 其器令器精械 玄觉者 其因私败 慕夫者 其业费 病生者 其生云 仍有此三者 是为怀福 毒药无治 短争无取 此皆绝皮伤肉 血气 争黑 好 这一段呢 皇帝问了一个问题 然后齐驳去回答 皇帝的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 皇帝的这个问题 是什么 得慢慢地读 否则你不容易 把握他的问题 因为皇帝问问题 不像我们今天 问话这样子 直接跟他说 怎么治好病 那一句话就完了 但是他前面有一个 长长的铺垫 铺垫完了之后 才是他的中心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 透过他长长的铺垫 直接到他的中心内容 可能你就知道 他到底是要问什么问题 你看 皇帝的问题 这句话 皇帝问约 从这开始 一直到为之奈何 所以其实他的中心问题 在最后一句话 我们可以看最后一句话 叫 予欲争除其疾病 争啊 在这儿是一个名词 做状语 我想要用针灸的方法 来去除老百姓的疾病 为之奈何 应该怎么办呢 那说明皇帝的中心问题 就是他要用针灸的方法 来帮老百姓去除疾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两千多年以前 甚至三千年以前 两三千年以前 我们中医 这个治疗的方法 其实就已经很丰富了 就是我们有汤法 酒法 这个导饮这些方法 我们也有针刺的方法 那皇帝在这儿呢 他专门问的就是针刺的方法 所以齐伯爷就回答 针刺的方法 怎么去治病 他们着重讨论的 就是针刺的方法 所以皇帝在问呢 予以针除去疾病 这是中心词 用针灸的方法 续除他们的疾病 应该怎么办呢 好 这就是他的问题了 但是他的问题前面 还有一大堆 所以这篇文章 不叫针灸之道 叫保命全行之道 就是发现我们这个针灸的方法 是天人合一的 我们中国古代 哪怕用针灸的方法 去治疗疾病 那也是天人合一的 你看 皇帝的第一个 他要问这个问题 他先说了这么一大段话 他说什么 天赋地载 万物惜背 这句话是什么呢 这句话就是我们儒家 一贯的这个思想 叫我们人是 占天地之话语 我说过很多遍了 我们就是 就是我们儒家看来 为什么我们会有性本善 这一说 人性本善这一说 就是我们儒家看来 在我们中国 也不能叫儒家了 就我们中国古人看来 人类之所以会在地球上来生活 为什么我们人类不生活在月球上 那今天我们可能通过科学的研究说 月球上没有空气 没有氧气 人类去到月球上是没法生活 那我们古人不管这么多 这是现代科学的研究 就是说它是没有氧气的 那反正你最终还是要回归到 科学走了那么那么远 我们去研究月球上有没有氧气 走了那么那么远 最终要回归到一个命题 就是地球上是美好的 月球上是不美好的 对于生命来说 地球上是美好的 月球上不美好 所以我们中国古人 只要抓住这一点就够了 我们不管 你水星上怎样 火星上怎样 木星上又是怎样 总之人类不在那个上面生活 生命不在那个地球上去生活 说明它就不美好 那它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生活 说明我们这个地球就足够的美好 我们这个地球是怎么样美好呢 天赋地赞 大地承载我们 上天覆盖着我们 这个上天来覆盖着我们 然后大地承载着我们万物 西背 万物西背 所有的万事万物 一切的生命 包括植物 包括植物 一切的生命 一切的生命 都具备 都具备这个特性 所以这是中国古人一贯的这个命题 就是我们人类并不比动物 并不比植物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都美好 我们大家是平等地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天地之中 因为这个天地如此的美好 天赋地赞 所以我们人类生命能够在这个地球上来生活 在这样的一片天地之中生活 它已经非常美好了 那它已经非常美好了 所以我们人类为什么要去改造这个世界呢 你把它改得不像那么美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命题不去讨论 是吧 这个大家都是 可能很多人都会非常赞同的 我们科学给我们带来了便利的生活 但是也带来了这个对这个地球的伤害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归环保 回归 回归这个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嘛 所以我们要回归这些东西 所以万事万物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中医就是在这样的命题下 天人合一 就是这样的思想 天人合一 就是因为这个大自然 这个天地已经是这么美好了 已经非常非常美好了 所以我们人要做的就是 赞天地之化育 顺应天地 化身养育我们人类就可以了 不要去改造 因为你在改造的时候 你带来了便利 同时你就带来了破坏 你就带来了破坏去 那就破坏了这个天地的美好 所以我们要有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总的认识 在这个总的认识下 我们再去看皇帝的这个问题 皇帝的这个命题 那我们就更容易去理解 皇帝的这个问题了 你看 他说天首先天父地在 我刚刚已经说了 这个地球上如此的美好 上天覆盖着我们 大地承载着我们 万物西北 万事万物都具备 都具备 都被天地所承载着 但是他后面有个命题 叫莫贵于人 在这个天地当中 万物之灵长 那就是人 人是最贵重的 人 好 后面他说 人以天地之气生 这个以字是凭借的意思 人凭借着天地之气 因为我们叫天地和气 命之曰人 这个也是涉及到 中国古人关于人 是怎么来的 这个命题 就中国古人从来不认为 我们人就是父母生出来的 当然确实也是父母生出来的 那父母生出了我们这个人 是给了我们人形体 天给了我们人生命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父母就把你给生下来了 在那样的时间 那样的地点 然后就化生了我们这个人的生命 那是因为上天给了生命 父母只是给了你形体 所以呢 人以天地之气生 要靠的是天地和气 这一层呢 也是中国古人的一个认识 认为天给了我们生命 所以父亲属于天啊 父亲给了我们生命 母亲给了我们形体 因为我们的身体 是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孕育 长大的 所以天给了我们生命 地给了我们形体 所以叫天地之气 人以天地之气生 所以就是皇帝在讨论生命 是这么生成的 是人凭借着天地之气 而出生 在这个世界当中 四十之法成 这省略了一个以字 就刚刚这个以 人以天地之气生 人以四十之法成 人按照四季的方法法度 符合四季的法度而成长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四季有四季的法度啊 比如说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 那到了冬天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 避藏自己的精气了 也就是我们今天 时髦的话来说 你就应该宅在家里面了 少出去 如果你看一个人 如果冬天天寒地冬 他老在外面去 跑来跑去的话 他的精气就容易 不避藏 不避藏 发泄出去 发泄出去了 这个人的身体素质 就一定会很差 老年人像这样子的话 很快就会丢失生命 那丢失生命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成长了 所以要人以四十之法成 你凭借天地之气 出生在这个世界当中 你还要成长呀 怎么成长 那按照四十 四季的规律 四季的法度 四季的规律 这个其实 这一句话 皇帝内经里面 苏文里面 对这一句话 一个完整的论述 是在四七调神大论里面 苏文有另外一篇文章 叫四七调神大论 那篇文章 专门讲了四季养生 那核心的思想 就是天人合一 我们四季 四个季节养生 那都是要天人合一 春天有春天的养生的方法 春天要生发 要生发出去 夏天也要生长 春生夏长 所以春天和夏天 是要少睡觉的 秋天和冬天要多睡觉 所以我们古人 从来不是说 几点睡觉几点起床 那是随世纪的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你要凭借着 四季的法度而成长 成长起来 君王众数 君王 君王不是统治天下的 君王 王者 我上次给大家讲过 王者 天 地 人 有一个人贯穿了天地人 这样的人就是王者 他能贯穿天地人之道 当然这一横是靠上一点 靠上一点 那他就是更靠近天 所以叫天子 他更明白天之道 所以叫天子 这样的人叫王 王就是一个能够懂得天地人之间的大道的人 那什么是君呢 有大群观念的人 君者 群也 所以 自己懂天地人的大道理 而且还要把这个大道理运用到群生 这个世界众生当中去 这样的人叫君王 然后什么是众数呢 数人 众多的数人 这个数字很有意思 这是我先前跟大家说过 这是一个山崖 在传书里面 这是一个山崖 山崖上面 加上一点 书名呢 就是盖的一个房子 就是依靠着山崖 山崖的崖石下面 是可以遮风避雨的 然后呢 靠着这个山崖 盖了一个屋顶 那就形成一个房子 这样的房子 和我们后世盖的这样的房子的区别在于 这是高广大屋 所以这是高大的房子 在山崖下 就盖一个屋顶 形成一个很高大的房子 然后在这个房子里面 高广大屋里面 会有很多很多的人 然后这个房子里面 在烧火 在烧火 烧火在煮饭 上面是一个圆形的物体 大概类似于 饭正字 这样的东西 在火上面 架着 在煮饭 关键是 这个字 火 再加上上面 这个圆形的物体 就形成光字 光亮的光 那在这个高广大屋里面 能够光亮起来 因为别人在那儿做饭 在那儿煮饭的时候 这个房子里面 都光亮起来了 那说明有很多很多人 在这儿煮饭 所以这个树就是很多的意思 就是众多的意思 所以君王众树 众树就是众多的人 树不是树人 不是那种低级地位的人 而是众人 众多的人 那君王 无论是君王 还是这些众多的人 还是这些众多的人 都 尽欲全行 尽 尽是都的意思 全部 都的意思 欲想要 全部想要 保全自己的 形体 每个人都想保全 每个人都想保全自己的身体 行之疾病 莫之其情 但是身体 有病 会生病 这个之字 在这儿 在这儿 是一个柱子 没有意思 那我们也就不用翻译了 身体疾病 身体生病了 莫之其情 不知道 他的情状若何 这个 不光是君王 还有我们老百姓一样 君王和我们老百姓都一样 我们的身体 都会生病 而且 我们的身体生病以后 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病有多严重 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叫莫之其情 我们不知道 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是 莫之其情 流淫 日生 淫 过度 过多 这个说过很多遍了 凡是你们在古文里面看到 这个淫 都不是淫邪的意思 而是过多的意思 那疾病留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越来越多 于是就一日日的加深 日渐加深 流之于身体 过越来越多 一日日的加深了 最后就注于骨髓 这个骨髓呢 总之 总之 总之在我们的中国 这个传统文化里面 认为是私命之所属 就是管生命的 是吧 我们在扁鹊剑 蔡红宫里面 已经学过了 这个 这个 私命 骨髓是私命之所属 所以私命无奈之何 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骨髓 这个词呢 中国古人 往往用它来形容 疾病深到一定程度 用来比喻 疾病非常的深了 所以叫 注意骨髓 就疾病 一天天加深 最后就 无可救药了 无可救药了 非常深的程度 无可救药 心思虑之 我的内心 私底下 很担忧 忧虑 在这儿是担忧的意思 很担忧这件事情 我想要 治好他们的病 该怎么办呢 你会发现 这皇帝问问题 哎呀 这也太啰嗦了 是吧 你就问一个 我想用针灸 来治好人家的病 不就完了 你还要先说 天父地在 从天说起 天父地在 万事万物都一样 然后才说到人 从天地万物 才说到了人 然后我们人呢 是秉受着 凭借着 依照着 天地之气 出生在这个地球上 按照四季的法度 然后成长起来 然后每个人 都想保全自己的身体 前面说在 说那一大堆干嘛呢 说那一大堆 就是插话题了 以至于齐薄 回答的时候 也插话题了 所以我们回答的时候 所以我们读 黄帝内经 不容易读懂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读 黄帝内经的 一个方法 最后我还会再总结 就从这儿呢 我希望大家 能够体会到 我们读 黄帝内经的 一个方法 就是 就是你要透过 他长长的话语 去提炼 他的核心思想 你不提炼 核心思想 你就读不懂 黄帝内经 因为他插开话题 齐薄回答的时候 也插开话题 两个人的话题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那你就不容易读懂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是 拨开他层层的迷雾 把握住 他的核心的那一句话 你才能读懂 好 然后呢 这句话的核心 就是用针灸的方法 来治病了 但是因为他前面 说了一大堆 这些 这些什么 人怎么生活在地球上的 人是怎么要生病的 每个人都不想生病 每个人都想保全身体 所以我想要用针灸的方法 来除去他们的疾病 该怎么办 好 再看齐薄的这一段 对回答话 齐薄回答的这一段话 更加的 奇葩 绝了 回答的你是绝对看不懂 你绝对看不懂 黄帝不是问吗 黄帝是问的问题是 我想用针灸的方法 来除去他们的病 我该怎么办呢 你看齐薄怎么回答的 盐之胃咸着 齐气令气惊险 回答啥呀 盐 我们吃的那个盐吧 那个盐 然后关键他还说 盐之胃咸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 谁都知道盐的胃是咸的 难道我们这个盐还不咸 难道还是淡的 就感觉他啥都没说 人家说我要用针灸的方法 来除去病 治病 齐薄回答的是 盐的胃是咸的 盐的胃是咸的 关键人家后面还有一句 这是中心 齐气令气 惊险 他的气 我们人都是秉承天地之气生 所以万事万物 都有气在运行 所以我们的五行 其实中国很多人 在解释五行的时候说 五行之气 五行不是说我们万事万物 真的在运行 在动 而是他的气在流行 他的气在流动 在流行 在流动 所以我们古人看来 万事万物都是有气 包括我们人也是 我们人活着就是那一口气在 那一口气没了 人的生命就没了 所以我们讲的都是那一口气 所以万事万物也有气 盐也有气 盐的气会是怎么样呢 令气 金蟹 金蟹 金就是水叶 渗漏出去 泄漏出去 渗漏出去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是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 有没有观察过这个现象 我觉得要 为什么我要说小时候 不说现在了 因为我们小时候 装盐的那个罐子 是淘罐 是瓦罐的 今天装盐的罐子 是塑料的 是塑料的 你就看不到这个金蟹 这个 金蟹 这种现象了 我小时候啊 我们家装盐的那个罐子 是瓦罐的 就一定的季节 你会过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那个罐子 外面是有水的 有水气的 我小时候一直很奇怪 我以为是外界空气 很潮湿 所以那个罐子外面 就是湿的 当我读了 《黄帝内经》的这句话 我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里面装的盐 就如果你面装的是糖 装的是别的东西 它那个罐子外面 就不湿 它那个罐子外面 就不会湿 所以呢 所以我们西瓜霜 你知道西瓜霜 是怎么制成的吗 我们经常用的一味药 西瓜霜 很有用的 嘴里面有溃疡 你刮一点 然后放到嘴里面 溃疡就好了 是怎么制成的呢 芒霜 把一个西瓜 把那个红色的染 给它去除 掏空 掏空了之后 把这个两斤芒霜 灌到这个西瓜里面去 再把西瓜的那个盖子 我不是一个西瓜嘛 把上面那一层盖子 给它切成 把它切一口 切一口之后 把里面的染给它刮完 刮完之后 把芒霜灌进去 再把这个盖子 给它盖上 再密封起来 你过个两个星期以后 一两个星期以后 这个西瓜的外面 就会接一层白霜 那个皮上会接一层白霜 接一层白霜 那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盲霄把西瓜的这个气 往外去让它泄露 露出气了 这是盲霄之性 因为盲霄是下药 往下走的 往下的这种药 那盐 盐的性 也是往下的 咸味是往下的 往下 所以咸味是入肾嘛 入我们的五脏的话 是入肾 我们肾就是往下排尿液的 往下渗透的 所以这个盐呢 它也是往下的 往下的它就 它装的它这个罐子 气嘛 气敏 罐子 所以盐的这种 往下的这种特性 气气 因为它是咸的嘛 咸的物品是往下走的 所以呢 它才会 这个 它的这种 它的这个特质 才会让它外面 它盛装它的这个罐子 罐子的那个水液往外渗入 所以外面是有水气的 好 这就说了这么一个道理 但我们会觉得这个道理 不知道它在说啥 你觉得会 你有时候你会觉得 看不明白 这个道理你是讲 想懂了 对吧 盐味是咸的 因为咸味是往下的 气性往下的 所以会让这个罐子外面 就有水气渗入出来 它就讲了这么一个东西 第二句话叫 玄觉着 其因失败 关于这个败子 我们曾经怀疑 在古人里 怀疑 这个为失的庞柱 而沿入正文 所以随带 杨上上的态数 主张把这个败子 删掉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齐齐历界 玄觉着其因失 就完了 玄觉着其因失 你会发现 玄觉着其因失 如果这个败子 是个多余的指标 咱不要的话 你觉得后面读起来 是非常的顺畅的 你看 玄觉着其因失 莫夫者其夜发 并生者其身远 是不是 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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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起来 是非常的 工整 这一段就非常的工整了 你这开始 玄觉着 其因失 莫夫者其夜发 并生者其身远 就非常的工整 所以很多人认为 其因失败 这个败字 是一个眼文 怎么样眼文呢 就是古人在注释 这个失字的时候 失就是败的意思 失雅嘛 败坏嘛 那声音就失雅了 所以古人在注释 失的时候 给他注释 败也 失 败也 那我们后来的人呢 搞错了 以为这是正文 又把它放进正文里面了 其实它仅仅是一个注释 好 这是关于 与失 那总之是什么意思呢 玄觉着 就是 就是我们的玄乐器 像古针古琴 琵琶这样的玄乐器 古代的玄乐器 那它的那个弦 断了 玄断了 所以声音就雅了 失就是雅的意思 我们今天还是说 失雅 失雅 雅了 失不是说破裂 你不要想成是 失裂破裂 就是说那个玄断了 你会觉得很奇怪 玄断的声音直接就没了 然后它还会撕裂的那种 尖的那种声音吗 所以失 我们今天会说 失吼 失叫 不是这个意思 失就是雅 失雅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玄断了 声音就直接发不出来了 没声音了 你试一试 你的那个弦断了 还有没有声音 肯定没有声音了 所以呢 就雅了 然后 慕夫者 其夜发 这句话是本段的一个难点 是本段的一个难点 当然其实 齐博回答的这几句话 全是本段的难点 因为我们真的理解不了 所以就是我们的难点 但是在这几句话里面呢 这句话又是一个难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写的是 慕夫者 其夜发 中国古人 争这句话 争了很久 一争就是一两千年 一直在争 到清代的时候 都还在争 因为他们会发现 这句话 不大能读得懂 首先这个字 本身写的是发 然后 这个是叫 夫 夫是什么意思呢 夫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夫不 我们今天组一个词 叫夫不 夫不 什么是夫不呢 就是木 它的木气 能够调达 顺畅 调达 顺畅 就是 夫不在 一棵树的 贯穿整棵树 树干 树枝 树叶 它很调达 很顺畅 所以这个是 夫不的意思 那 木气 调达 顺畅 有木之气了 树靠的就是木气 我们人也是靠 活着也是靠一口气 那树之所以 活着也靠 它的一口气 那木气 木气 调达 顺畅的时候 它的树叶 就会 发 就会发 生发出来 你觉得没问题啊 对不对 我们觉得没问题啊 但是呢 似乎又有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呢 你看 你看 后面一句叫 并生者 其生远 感觉说的是不好的东西 还有 玄觉者 其生 其因 思 这也说的是不好的东西 那都是不好的 都是不好的 你这个木 敷者 其叶发 感觉是在说好的东西 这有点不对 所以呢 古人在注释这句话的时候 敷字呢 就认为 他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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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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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我们也可以组一个词叫 成步 成本呢 是成裂的意思 成裂出去 但是呢 成又有成就的意思 所以后来 敷又有成就的意思 成就的意思 在这儿呢 就是老朽了 就是这个树 老朽了 树老朽了 于是 他的树叶 其叶 这个发字呢 我们就认为不是发了 是一个通甲字 通的是废 其叶废 他的树叶就会掉 就废了嘛 我们说废了 就树叶就开始掉了 这种说法呢 是明清以后 很多的 这个明清以后 很多的一家 都是持这样的观点 那我们古人呢 这个 我们这个 文史家 我们古代的文史家 也有持这样的观点的 也有持这样的观点 你包括这个 你包括鱼唱啊 包括鱼唱的香草叙教书嘛 再包括这个鱼跃 鱼跃的这个 书文教义啊 这些 他们也会持这样的观点 但是唐代的王斌 在注释这句话的时候 王斌就认为 木器 敷散 其叶 早发生 就是木器 很顺畅 很调打 这个 这个散布整棵树的时候 那这棵树的叶子 就会比较早的生发出来 就很早的生发出来 所以这个叫 极叶发 这个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待会再讨论 因为还有很多的问题 这一段有很多的问题 需要去讨论 所以我们待会再讨论 我们再看下面一句 叫 病生者 其生远 疾病很生的人 他的声音就是 上力的 声音是做远 就是往上力的 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 这一句看完了之后 关键是下一句了 他叫人有此三者 是为坏腹 人有此三者 人有这三种情况 叫做坏腹 就是丈夫坏了 叫坏腹 丈夫就坏掉了 现在的问题出来了 就是人有此三者 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大家看看这一段 这一段 你们读的时候 有没有疑问 人有此三者 是为坏腹 毒药无治 短争无取 此皆绝皮伤肉 血气争黑 我再把后面这两句读完 我们再来讨论 这一段的问题 毒药无治 毒药 都是治不好的 毒是毒 药是药 以前大家会觉得 是药三分毒 觉得毒 说的就是药 不是的 如果我们去读周理的时候 会发现 周理里面有五毒 这个具毒药 一共医师 医师就是掌管 毒药的 外科疾病 往往会用一些毒 毒把我们的这个肉腐烂掉 今天我们也会腐烂 就把一些伤口腐烂掉 然后再填充物品 让它的伤口 长出新肉 旧肉不腐掉 不容易长新肉 所以呢 这个是毒药 所以这是毒 然后药是药 无毒 这个毒 都是可以治病的 他说毒和药 没办法治好病了 短针无取 终于回到这个针了 看 皇帝问的问题是 针出奇疾病 它回到这个针了 短针无取 取治疗 也没有办法治疗 这两个说的是一个意思 无论是毒还是药还是用针 都没有办法去治疗 此阶绝皮伤肉 血气真黑 这都是绝皮伤肉 血气真黑 绝皮嘛我们知道 就是这个皮剥掉了 是吧 皮剥掉了 然后呢伤掉了肉 伤到了肉 血气真黑 这有点难理解 血真黑 我们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气还要黑吗 血气都真则变黑 气血都真则变黑 好像也是有问题 好 其实这段内容 有好多的问题 这段内容 有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三者 此三者 那我们再看一下 人有此三者 是为坏腹 到底是哪三者 往前面看 齐博回答的 回答的 言之未贤者 其气令气惊险 第二个 玄觉者 其一思 玄觉一生思 第三个 慕夫业肺 慕夫者 其业肺 然后 并生者 其生育 这是四者呀 这不是三者 那他的三者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疑问一 关键 这一个疑问 还带来另一个问题 它叫 人有此三者 你这个 你这个 问弦 言 你这说的是言 你这说的是玄 你这说的是目 对不对 这是言嘛 这个说的是言 这个说的是玄 这个说的是目 都不是人 所以 人有此三者 人只有这一种 并生者 其生育 人没有那三者 所以这带来问题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古人有这么一些观点 其实你们也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读到这儿 你们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观点 古人的一个观点呢 就是 第一种观点叫 笔心说 什么叫笔心说呢 就是 言之未闲着 笔心嘛 就是我们诗经里面经常说的 这个 傅笔心 这种笔心说 就是我想说这件事情 先说别的事情 来引起我想说的这件事情 就像 孔雀东南飞 无力徘徊 是吧 然后他本来想说 这个焦仲钦和刘兰芝 但是他先说一下 孔雀东南飞 所以呢 这叫启心 比心说 好 比如说杨上善 在注视太树的时候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言 日时并微者 须知其后 言之在气中 今谢于外 见经而知 言之有咸业 生思 知情色之玄 将决 夜落者 知沉默之一度 举此三物 衰败之争 以彼生云 时并生之后也 人有生云 同三辟者 是为坏腐坏之后 终腐坏者 并知生也 那根据杨上善的注视 你们读懂了吗 杨上善的注视是说 人只有这一种 但为什么要说 人有这三种呢 说的是这三者 这三者其实都不是人 这三者就是起心 他为了说人 先说物 所以人有如同物的 这三者 人有像物体这三者 那四位坏腐 四位坏腐 为什么是坏腐呢 就是你已经表现在外了 表现在外了 就是我们看不到木气怎么样 但是我们通过树叶掉了 我们就知道这棵树的木气已经坏掉了 我们通过建造这个罐子 外面有水气 我们就知道罐子里面装的是盐 我们通过 我们通过声音哑了 我们就知道这个旋快要断了 所以这就是这三者来引起 定生者 其生云 所以人有此三者 三者指的前面那三个东西 引起人的这三种 人的这一种病 但是有三种起心 这是杨上善的注释 这是随代杨上善 那这个明代的马实 他在注释《黄帝内经》的时候 也有相同的观点 此三者由诗经之所谓心也 上三句 心仪句也 为杨上善主 独何经义 于生取之 就是马实认为就杨上善主对了 就是前面的那三句 都是为了说明这一句 心这一句 所以那三者 就是举的那三个例子 是为了说明这一种情况 这是第一种观点 叫这个说 叫起心说 叫比性说 然后我先说第二种 简单的情况 叫物质说 物质说就是日本 生利之的数文考著 他说三是咒文四的形额 因为在咒文里面 三就是这么写的 四就是这么写的 是不是很容易搞混淆 我们今天的三和四 不容易混淆了 但是在咒文里面呢 三和四还是很容易混淆的 所以生利之就认为 这个三写错了 应该是四 应该是四 所以那就是此四者 这四者是哪四者呢 金蟹 生丝 业肺 生育 并且生利之认为 这四样东西 分别来比喻 肾 咸味嘛 食水呀 然后生丝呢 声音丝哑掉了 属肺 然后木肺 木马属肝 然后生语 作语 恶利 那是脾胃的问题 脾胃坏了 所以此三者 仍有此三者 他认为这个三是 仍有此四者 这个指错了 仍有此四者 好像这也 也说得过去 也说得过去 还有一种观点呢 认为三指的是多 不是真的三 指的是多 所以仍有这几种情况 就这个意思 如果一个人有这几种情况 那么就叫坏腹 然后我再举一种观点 这个观点呢 是 这个晚清时期 一个 这个 大的 这个考据学家 前家学派 这个考据学家 晚清时期的 叫于悦 于悦的素问教义 这本书里面 于悦提出了一个观点 叫导文说 当然于悦自己没有用导文说 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 有这几种观点 物质说 笔心说 导文说 都是我总结的 那于悦是这样说的 说 此阶 这一句应该移到声乐之下 所以三者就是 绝皮 上肉 血气 增黑 什么意思呢 他说 这句话 搞错了 此阶 绝皮 上肉 血气 增黑 这个 这句话应该要移到这儿来 到这儿 笔心 到这儿就说完了 说完了之后呢 并生者 其生 远 然后 此阶 绝皮 上肉 血气 增黑 仍有此三者 这是第一者 这是第二者 这是第三者 这一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有这三种情况 我觉得 于悦的这个注释 按照马斯的话来说的话 就是 最合经文之一 于生取之 我非常赞同 于悦的这种观点 为什么呢 包括 孙力兹他们的 孙力兹他们的注释 和他们前面的 杨上善的 太树的注释 你没法解决 这个人的问题 人有此三者 你看你前面说的 就是言啊 玄啊 对吧 言啊 玄啊 还有木啊 这些东西 你没有说人 但你这儿说的是 人有此三者 你没有解决 人的问题 那按照 日本生力之的注释的话 人有此四者 你也没解决 人的问题 只是说它对应到 我们人的五脏 对应到我们人的五脏 其实也没有解决 但是于悦把这个 调换一下顺序 一下子就解决 这个问题了 前面三句是笔心 后面三句落实到人 人就是有这三种情况 一个是声音作语 第二个 绝皮伤肉 第三个 血气真黑 如果出现了这三种情况 那就治不好了 针灸也治不好了 好 这是这篇文章 这一段文章里面 有一些 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叫血气真黑 血气真黑 这个教材注释 血气真黑呢 真是焦香 焦香变黑 那我们会觉得 气没有办法变黑呀 那我们教材注释 这个黑就是憔悴 就是气血焦香 憔悴 焦香 那这也是一个疑问 因为没有办法变黑 那我们教材注的是 是焦香 焦真 王斌在注释这句话的时候 他说恶血与肺气焦真 恶血与肺气焦真 那这个黑字呢 在杨杉杉的探数里面说 这个黑字应该是义字 你看这个义 繁体字 义和黑是不是很像 是吧 很像 所以我觉得杨杉杉在这句话里面呢 我会觉得杨杉杉的注释 会更加的合理 他认为真就是不合 义就是离觉 那就是气血不合 气血离觉 不合 这样子 视为坏腹 那也就治不好了 因为在我们的内经里面 就有这句话叫 阴阳离觉 精气乃绝 那就会 就彼此不合嘛 彼此不合 所以呢 就会治不好 所以血气争议 血气不合 离觉 阴阳离觉 精气乃绝 所以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这是第二个疑问之处 第三个疑问 是皇帝问的是 增次治病的方法 是吧 我想用针灸的方法来治疗疾病 但是齐伯却回答 齐伯却一连用了几个比喻 来阐述的是 有诸内必 行诸外的道理 对吧 似乎达非所闻 不合逻辑 觉得很不合逻辑 事实上 我们仔细地去体会 这句话还是有逻辑的 我想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这个逻辑所在 那梳理的时候呢 同时也是大家读 皇帝内经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要理清楚 皇帝跟齐伯问答的 一个逻辑关系 那这一段的逻辑关系图的话 我可以用一个图 来给大家表示一下 中心问题 用针刺治疾病的方法 这是中心问题 用针刺来治疾病的方法 这是中心问题 那齐伯是怎么回答的呢 首先皇帝说 行之疾病 莫之其情 就皇帝如果只问一下 我想用针刺来治疗疾病 那可能齐伯就回答 针刺怎么治病 关键是皇帝在问之前 还有一大堆的话 先说什么 天父地载 万物西北 莫贵于人 人亦天地之气 生四十之法成 他先说人禀 天地之气而生 然后又说 行之疾病 莫之其情 就是身体会生病 生了病之后 不知道他的病 有多深 有多深了 程度到什么时候 那齐伯呢 他回答 他一年用了这三个比喻 慕夫 夜 匪 玄觉 生思 言贤 金谢 来告诉大家 还有包括用病 生 生语 来告诉皇帝 有诸内必行诸外 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病 不是说看不到的 能看得到 所以不是皇帝说的 行之疾病 莫之其情 他告诉皇帝 回答的是 能够知道情 能够知道疾病的程度 因为有诸内必行诸外 我们通过观察人的外部状况 你就知道他的疾病 到底是生还是不生 所以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 西方想知道我们的内脏 我们的身体内部出了什么问题 解剖 打开看 今天也是西方嘛 今天我们中国的医院 也是用西方的思维 对吧 我们想知道我们的病怎么样了 我们今天不解剖 不打开看了 我们怎么办 找X光 是吧 找B超 那通过X光 B超 也是想知道 你的内脏是怎么回事 那中国古人呢 不这么 因为我们中国古人 不做解剖 那我们中国古人怎么知道疾病 生前呢 有诸内必行诸外 有诸内必行诸外 我们通过看我们身体表面 身体表面的一些状况 你就知道我们内在疾病的生前 所以齐博说了这些例子 举了这些例子 怎么没有回答皇帝的问题 其实就是回答皇帝的问题了 回答的是这个问题 末之其情 他想说有诸内必行诸外 所以是能知道疾病的问题的 那皇帝的二中心问题 是针刺疾病的方法 针刺疾病的方法的话 齐博又想告诉他 首先要誓死别生 那他会说的吗 此三者兼为坏腐 短针无 毒药无止 短针无取 是吧 毒药无止 短针无止 就是这种病是这么好了 就是齐博想告诉皇帝 你不是担心吗 老百姓都会生病 生了病之后 你想救他们的病 齐博说 我先告诉你 你先要能判断 这个人可不可以治 如果这个人的病 根本就治不好了 那就不要去治了 所以你要首先能够区别 能够治好的人 和不能被治好的人 要先能够区别开来 要先能够区别 所以要试死别生 皇帝还问了一个问题 说流淫日生 注于骨髓 对吧 流淫日生 注于骨髓 到骨髓里面 疾病就越来生 那齐博也回应皇帝的话 绝皮伤肉 血气真黑 所以他就告诉皇帝 不治之症的 诊断的要点 注于骨髓了 那就不可治了 这叫坏腹 这叫坏腹 所以他说这些 都是为了去 试死别生 都是为了去 试死别生 最后皇帝的中心问题 争除其疾病 用争刺的方法 来去除他的病 该怎么办呢 那齐博最后落实到短争 对不对 最后落实到短争 所以他还是用争刺的方法 去治好了他的病 就是用争的方法 短争无取 他专门说到了短争 对不对 那说到了短争 所以还是用争 他就回到了皇帝的这个问题了 争除去疾病 所以我们一看 他是有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图 最终还是要回到 争刺治病的方法 中心问题 最后回到了争刺治病的方法 这么一个中心问题 好 我刚刚一边讲 一边在调整这个逻辑关系图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图 大家其实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其实 齐博 真的是回答了皇帝的问题的 而且是一一对应 回答了皇帝的问题的 那齐博 这个第一点回答的是 有诸内必行诸外 然后第二点回答的是 不治之症的诊断要点 第三点是 注意顾谁 则不可治 这不可治 于是就对应皇帝的这个 争刺治病之法 那不可治了 那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争刺也是不可治的 好 所以用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图呢 希望同学们可以 好好来看一看这个图 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一段原文 但更重要的是学习方法 否则你们只会读这一段 以后的皇帝内经的段落 你就不会读了 那也不行 如果当你不会觉得读不懂的时候 不妨你自己也可以画一个逻辑关系图 来帮助我们调整 对这一段文字的这个逻辑关系的理解